我吵架失蹤 對 因為這一招在 又回深山去了是嗎 對 回歸佛祖 不是啦 以前我覺得在那個婚前的時候 還滿有用 但現在婚後以後 但是真的是越來越皮 這招已經越來越沒有效果 我想說這樣不行這樣 讓他知道說護長還是我 所以有一次他也是 做錯什麼事把家裡這樣 搞得差點失火這樣 因為那個火忘了完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很生氣 不能再這樣 家裡有小孩很危險 所以我就帶著我女兒 然後兩個 因為我大概我就不好幫他坐車 因為他在這個所謂的安全車 在後面 沒辦法 所以我們就搭上了那個 隨便搭上一個 沒有目的的一個公車 我想說去跟我女兒去流浪 也滿浪漫的 結果我不曉得那個 你何必拖著女兒 沒有 就感覺很感動 就兒子的大玩那種感覺 我們一起流浪天涯 但我們也沒看到說 那一班是從內湖往林口的 而且是直達車 然後我就完蛋了 因為我上車以後 開上高公司才知道說 原來是直達車 重點是我什麼東西都沒帶 就是女兒的那個 那個水壺 然後尿布 什麼都沒帶 所以我想說完蛋了 硬派了 對 然後那個手機 以前都是會一直這樣打來的 然後那一次 他可能也真的生氣到 所以就真的沒有打來 所以我跟你講男人 如果真的不打來的時候 你反而會慌 我想說不對… 我就坐了原班車到公車總站 直接說路車 我說不用 我要再坐回原頭 他說這樣 你坐的 然後這樣 然後這樣繞一圈以後 又開回內湖 我想說回去完蛋了 應該秘密會很生氣 結果我這樣一開門 發現他沒有生氣在那邊看電視 你回來了這樣 裝沒事 我覺得完蛋了… 應該闖到他底線 但問題是他沒有生氣 其中必有詐 當一個漂亮的女人對你笑的時候 你就要特別的注意 特別小心 因為他一定有事情瞞著你 結果果然 我就把女兒放下來 或是去拿個飲料喝一下 因為口很渴 結果一打開那個冰箱 一進廚房 我覺得完蛋了 原來他出招了 因為我有買了很多的香檳 放在冰箱裡面 結果我出來開冰箱的時候 發覺那些香檳的頭 都被打開了 然後打開以後我一看 無頭香檳 無頭香檳 然後裡面不是都有氣泡嗎 那氣泡的氣都沒了 然後一瓶都一兩千塊了 氣泡氣都沒了 我這樣氣到很氣 但是又不敢講說 你把我的香檳怎麼了 因為那香檳真的是 還滿珍貴的東西 還是他在暗示你 就是我放棄你了 放棄你了 有可能 沒氣了 沒氣了 放棄了 對 他只是 但後來我這樣很忍住 你把我的香檳怎麼了這樣 他只是悠悠想說 沒有啊 我以為那個是一般的氣泡水 我就打開 但是喝一口後覺得有酒味 我就沒喝我就放著 不會 沒事吧 我想沒事 沒事 對啊 因為你不在我都會 不知道問誰 所以我就把那個打開了 口好渴 但我也不能喝 我說好吧 那下次小心一點 以後我就再也不敢 沒事亂出門了 然後如果要出門的話 也記得說電話打開 不要帶女兒 你自己 要換的話 你自己試試看 下次試試看 一個人 不要帶女兒 所以還是要帶一個人 有一些Yubi的Yubi 其實也是有所顧忌 對 有所顧忌 對 要小心 對 要小心 對 要小心